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于太长也是我们的财女 所以社会上一出什么大事 我们都得问一问于太长 最近社会上又出大事了 所以一定要请于太长来说一说 于太长知道胶囊的事情 当然知道 从小到大还吃了不少药 现在连吃东西看病难 看病贵 连吃药都有问题来了 你看还能越吃越漂亮 这个也不容易 我们看看这个照片 最近这几天 我看这最大的新闻 其中一个药业 我觉得挺会起名的 这不是修正主义药业吗 说连还是什么 中国人就知道 坑自己这网上的这个漫画了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工业 有人说 吃多了药 不见得能变漂亮 但有可能哪天 吐出一只皮鞋来 就说就是这个 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现场 这几天央视在播这个 就是看的怎么说呢 很正常 是吧 我觉得我跟你说 这个烂池子 这个烂池子 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 对于中国某些角落的 一种象征的想象 我看见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神州大地上 某些个地方 人加上事 就是给我这么一个印象 就这么一堆烂货 你知道吗 就是永远也没有办法的 当然冲动起来这么说 你有看整个那个 有看整个央视拍的 整个这个皮革制胶囊的 这个过程吗 完全不看 特别震撼 特别震撼 他就真的是 就臭皮鞋 那个皮革的那个下脚料 然后把它就再去漂白 然后再去煮成胶 然后煮成胶的过程中 还能有脏东西出来 然后再把它做成这个胶囊 其实任何一个老百姓 其实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都会知道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但流通了这么多个环节下来 大家都去给他去配合 就是因为有利可图 所以就还是说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就大家都参与了 还去配合你 而且我听说 为什么配合呢 你有利可图 可是坦白讲 人还是有良心的 你假如说为了那个潜害人 总是不太好 我看到一些报道说 访问了不同环节的人 他们都给自己一个说法的 说那是恶心是恶心 可是死不掉的吧 他经过一层一层的来处理 应该没事的 你感觉恶心而已 一天两天死不掉 长期使用就死得了 我觉得这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 然后层层配合 那才恐怖的 自己去找理由 假如每一个人都像文涛刚才咬牙切齿 说一堆烂货 我觉得这个国家才是有救 都像我这样就没救了 我完全对这些采取一种毫不奇怪 然后自暴自弃的态度 我就觉得就是你就没有办法 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 有些人呢 就是这种恶劣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就是 我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失望 加这个绝望 为什么 咱们知道就是将来明天总是更美好的 对吧 可是咱们活不到那一天 你知道我现在就 特别悲观 我现在就理解 你知道我不是最近去欧洲去了一趟吗 过了几天人的日子 你就回来你就会想啊 为什么从台湾人到欧洲人 包括中国现在有些个白领啊 还爱说生活品质 你们知道什么叫生活品质吗 说的人他们不懂 我跟你讲生活品质啊 不见得是说有钱人才享受的 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中国 为什么很多人发了财 或者贪官是吧 弄了钱 他就要资产转移到国外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是最了解底细的人 你知道吗 换了我 我是没条件 有条件我也走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到台湾去 我们最近拍了台湾的节目 到台湾去养老 因为现在咱们慢慢大了 你就说这个什么叫生活品质 你在这个地方你是知道的 吃药 你可能吃到这样的胶囊啊 你到医院 你都任何一个在医院看过病的人 你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排队 或者是这种所谓没有尊严 可是你知道吗 你要换了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钱 对吧 有钱 你在这个地方 你也有可能会被毒死 对吧 可是有钱 如果你去加拿大 或者你去台湾 哪怕是到香港人家都讲了 都算生活品质好 什么叫生活品质好呢 就是至少到医院看病 放心 放心 会被当做一个 基本上不会被耽误了 当做人一样去对待你 吃药 有相 就是他们也有不靠谱的 但没有见过咱们那么不靠谱的 对吗 就是 这一点一滴都叫生活品质 对 而且生活品质是你 有一个做好人的机会 因为除了说在一个生活品质不好的地方 除了说你受苦以外 你几乎没得选择 你做每一个事情 每一件 没有一个事情能够做对的 因为你一定要注定成为整个共犯结构 整个坏的环境里面的一个部分 不然基本上你活不下去 你没办法做事 变成说你一定要成为坏的结构里面的一个部分 你没得选择 那在一个所谓有好的生活品质的环境 你有一个选择 你当然可以为了种种理由去做坏人 可是你假如不做 你还是能够活下来 还是活得好好的 你有这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所谓的尊严 你觉得能够好好的活 做一个好人 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好的 于而呢 所以中国的这个你说中产和白领 现在都是用脚在投票 就选择如果他们还有这个能力的话 其实都是选择 就很多都是选择这个移民海外了 移民海外 对 而不是说自己去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体系有多复杂 就自己已经无力了 无力去改变这个体系 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了 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没错 人家不是在讲啊 所以你某种程度上 你还得感谢央视记者 对吧 经常是央视那个什么质量检查会 不是不是质量检查会 315啊什么的 他们弄点这个 但是人家就有评论说 说以后能不能我们不再敢 老靠央视记者 弄这问题 不是不是 你靠对 你靠媒体发现你很悲哀的 对 因为媒体 我们是媒体 我们最知道了 每天的新闻千千万呢 你能选几条啊 对吧 而且他根本不是质量检查机构 靠着这个媒体 如果去发现我们吃到嘴里的 这个安全问题 你就可见 你还有多少安全感 是吧 而且现在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其实媒体能做的东西 实在是非常的有限 他做的只就是揭发你 然后揭发了 然后就政府有反应了 然后就去进行调查 然后就一些负责人士 然后就下马 然后就把你那个测职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人又消然又出来了 然后大家也带忘了 然后又重新事件又发生了 这个是不停的在一个循环 和反复这样的一个状态 媒体可以做的 其实非常有限 你看 这于太长刚才听了听佛教 现在就叫 然后轮回 轮回 枪枪三月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份远将 无紧不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当然就每出点事 咱们就学点知识 就像有些那个网友说 说南海那边应该多闹情况 闹多一情况 我能多知道一国家的名字 什么帕牢啊 你知道这个胶囊是什么吗 你说放的 是皮鞋 在中国就要另行定义 但它本来应该是什么 那倒不知道 我那天看了看 因为最近你知道 咱们这个凤凰很多人减肥 靠着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人家这个中医的一个地方 给你这个拔罐按摩什么的 后来那天我说 我是瘦了 瘦了之后 我说怎么脸皮 有点还是那么胖了 他说你个肉松 肉松 肉松 所以说我们再给你上一种机器 激活你这个里边的一些胶原蛋白 让它呢 收紧 你知道吗 你还亲身体验了一会儿 你不觉得我现在肉 皮肤 但是说不要大笑 要不笑猛了就塌了 我那天看见他们说 应该是什么呢 竟然好像啊 应该就是一种胶原蛋白 嗯 就是还是从动物的拿里边提取出来一种 所以是能吃的嘛 是是胶 食用的 是能食用的这个胶原蛋白 但是这玩意儿 拿这个 太有创意了 中国人民这个创意无穷啊 不得不佩服他 这个其实中国人民的创意啊 是从成本而来的 我们呢 过过苦日子 所以你看 咱们想的很多招啊 很多创意啊 你知道吗 就跟这个凤凰 不能跟人为人意啊 对我想说 我说差了啊 我说差了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凤凰 一些非常创新的节目样式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总结经验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钱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不像别的电视台 有那么多的钱 于是其实是穷的 第一出了 比如说 为什么仨人就在那聊 你说 因为实在没有别的钱 你知道吗 这当然 这有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很多时候中国人的创造来自于我们能够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出一些东西 就香港人叫穷则变变则通嘛 那是非常对 可是你在怎么变 在怎么通 有个底线 有个底线 你知道有些事情你是不会做的 而你做了 我告诉你 有底线还不够的 有底线 当你稍微没底线之后 你发现没有后果的 没有关系的 那你还会再做 越来越来 那个底线越来越低 只有说你破了那个底线 有后果 有报应 或者说有惩罚 你才怕 美国以前有个消费者运动很庞大的 后来台湾也有 整个消费者运动其实在所有地方所有国家都一样 是推动社会开放的最重要一个环节 我觉得中国应该到这个阶段了 因为每个领域吃药吃饭用的衣服什么 没有不假的 没有不有毒的 只有靠这个消费者运动可以推出来 那美国报纸 然后New York Times以前有个做了一个很好玩的表格来排比 一个是说OK 假如你做假药 或说做了什么对身体有害的食品 你被抓了 惩罚是罚多少钱 做几年老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说 假如你杀了人 或说偷了钱 摊了屋 你做几年老 怎么样 罚多少钱 一对比 原来呢 法律对那做假味物品的有害的食品的惩罚是相对轻的 连在美国也是 所以呢 那个记者试图解释说 这样大家就不会怕的 对不对 那没关系啊 被抓到 你不容易把我告 告到了 我大不了罚一点钱 或者说找个替死鬼 坐牢一年两年出来没事 这样是不会有问题的 后来他们就修法了 有个州 就说修法 修法就好太多 所以假如中国也有人能够这样做个对比 那就好玩了 到底有什么惩罚 会不会坐牢 罚多少钱 我觉得这样才能进步 余颜 你看 对 你现在也算是搞管理了 当个女领导台长 你觉得 假如这国家交给你 老出这种问题 你怎么办 我觉得 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底线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大家现在主要的关注点呢 还是说是加强这个立法啦 执法啦 监管啦 主要还是在这些环节去下例 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治标之举 你说治本的一个办法 最长远的一个解决办法 还是从公民教育要做起 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配合呢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对其他人有害的事情都肯去做 其实就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公民教育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其实现在 这怎么就呢 那你说现在这个 一直跟他们说着呢 这个就牵涉到一个了 那个从小到大 其实在中国的一个 都有一个思想品德课嘛 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 从小到大教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假大空的一个道德教育 我还记得 比如说我进那个少先队的时候 你要宣誓 说这个为共产主义的理想 而去奋斗 然后呢 要去为这个 要用这个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 要去要求自己 那你说这个对小学生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去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嘛 但就只能落得就泛泛而谈了 根本没有办法去执行 顾着你到这边就是各取所需啊 想要什么 极大丰富嘛 那你说在外国来说 因为我当时是那个高二就出国了嘛 那在外国 我比如说我在 我了解的外国是没有所谓的思想品德课 这门课的 但它有很多的人文教育 很多的人性教育 人道主义教育 比如说它怎么人性教育 而且比如说 那我就从这个什么哲学啊 然后我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启蒙运动啊 一直这样说过来 就整个人权的思想 对对对 整个思想的一个变化 那还有呢 它会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你 比如说当时就是中学毕业的话 它要求每一个人是必须要做10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 才可以毕业 那我就通过做这个社会服务呢 就就要求你就是知道 其实我做一个公民 是有我的义务和社会责任的 我不能只是谈我的权利 而不谈我的这个责任 这个是不对的嘛 那变成现在中国人就没有了 就缺乏了这个方面的东西 那你说外国这个一个是外力了 但它内力来说 当然就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一块了 对对 他觉得头上有神明 对对对对 上天在看着我 那我出错了 我有个敬畏之心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经常想说 这个所谓的公民教育 有那么难懂吗 你不要做假药 你不要把臭皮鞋弄成胶囊 对 不然懂吗 不需要胶吗 所以我还是 我说起来非常老头 我觉得是 你说看中国的一个历史 就以前来说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是有很多这个 所谓的公民的这个道德 美德方面 也说三字经 什么签字文 人意理智性 什么民间流传故事 其实很多这种社会道德的这种典范和素材 但你说经过这个五四运动以后 就是什么 这个要打倒这个儒家的思想文化 要反专制 然后到后来的这个 你说文革的时候 这个反四旧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这个大哥文化命 就把我们就说传统文化里面的 好的坏的都一起给淘汰了 就变成你说倒这个洗澡盆里的 那个脏水 你把那个婴儿也给倒去了 这就变成这个走过头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属于 出现了一个道德的空无 这就撂身了 这就撂身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平智的源泉 责任是平智的保证 平智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级 欢乐级 北纬二十度 东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级 东南湖海口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 你还不是用讲到特别深的地方 他有一个 你比如说 我就看香港电视新闻 这几天看 他也报道大陆的是这个事情 要胶囊的事 最近香港他也在报 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 就出来就讲了 人家 我觉得香港人也挺坏的 也不是 就说人心要坏 哪都坏 对吧 但是你看香港 他能够监管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这个消费会 就说 有些个食品 还是给婴儿吃的 什么奶粉上 有诱导消费者之嫌 什么说DHA 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这个东西 没有科学证据 而且他甚至一个 科科到一什么程度 他说人家 那个药瓶上 都还没有这么忽悠 他说 你把DHA和提高人体免疫力 这两句话 写在一个框里了 写得太近了 写得太近了 容易让人家以为 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 这个你看 这是西方式的 就是这个 包括你看香港卖楼的 那个贴那个大广告 底下按照法例 你注意没有 他又要写 本图片是电脑 什么PS合成 不能反映 那个地方的真实情况 他那的那个 微有那个海景 那个景色 跟实际的 可跟我这图 不一样 我不负责任 这个东西 不是因为他心善 这个东西 是因为规管吧 对 那而且也是争取出来的嘛 因为前几年发生了 很多买楼的纠纷 那政府要做事情 其中一个 坦白讲 做的事情不多了 还有很多可以做 他没做 其中一个就是说 你要提醒 来看房子的人 说这个只是假的 模型 我觉得这个 这一方面的规管 管理蛮可笑的 能买房子的人 有那么天真 以为你画那个图 就是代表你买的房子 不可能 对不对 香港的楼房的广告 都是一个漂亮的房子 一个漂亮海景 里面有个洋人 洋妞 穿起来很性感的 裙子 你以为我真的相信 我买了这个房子以后 我就变成英国的柜子 那个房子才50平米 所以说 可是还是要争取 刚说到消费者委员会 这个叫香港 我们是受到 它的好处太大了 从70年代 一直来推动 独立运作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台湾也是 所以我刚就 一直常调说 中国这方面 其实这个运动 应该要出来 这个是一个权力意识的问题了 对 你说现在中国老百姓 还有人说 说我们吃了这么多年 也不见得有怎么样吗 觉得这个 这个中国老百姓的命 就这么贱吗 你说是吧 这还是要权力意识 还是要慢慢去培养 所以就是 你就有个世界名牌的总经销 不是他说出一句名言吗 说永远不要把消费者当傻子 但是你们也要记住 他们就是傻子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就还是回到 我一开头 我说这个生活品质上来 你知道 我爸 我最近回家 我爸说拔牙 他对麻药不敏感 你知道吗 然后头一回打国产的麻药 就把它疼着 就不行了 第二次的医生说 说这次不会疼了 我给你打进口的麻药 打进口的麻药 哎呀 我当时就说 我当时也 我也有爱国情怀 这时候我被刺激了 我就说他能不能改改 你现在GDP 不都全世界 核本能第一了吗 你怎么你这个国家的东西 老是一个更差的一个代名词呢 说国产的 国就意味着差的 对 进口的就意味着好的 凭什么呀 连个麻药 你也这样 就你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我们国家的这个强大呀 是不是有点掺水 就文韬啊 表面的一种 你说说 对 你怎么说什么事 你就是一个更差一点 更假一点 更烂一点的一个代名词呢 文韬在他爸爸 面前叫装爱国 背后会马上说 我多想离民啊 我多想离开中国 用外国麻药 不用进口了 是吧 对 因为我蛮不有其论 我听你们说过 马上来内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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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